我们来看看郭台铭现在夜访王金平 而王金平这边有消息 风传媒这边看起来是从郭这边出来的消息 指出谈的都是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的可能性 会并购柯文哲 价钱而已 看多少 列解蓝议长 蓝议长现在担心的就是说 会不会接下来没有 因为排黑条款的关系 这样没有办法再参选了 政治路就这样断了 郭台铭说有机会修法 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如果这几个因素交错下去 会不会议长也站在他这一边 柯文哲刚刚大家讲的 会当行政院长了 也站在他这边的时候 郭台铭独立参选 极度边缘化侯友宜 有这样可能性吗 我们之前就讲过 柯文哲玩的叫做被动收入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怎么怎么票都来了 对不对 民调都拼命上 那郭台铭在玩什么 郭台铭在玩的叫对冲基金 他现在对冲了就好有余 好有余下来他就上去了 你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这样子 欧北农坤 对 欧北农坤 然后那个 郭台铭他其实现在在等机会 他的操作期其实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第一波操作期 那其实都到7月23号 那么在7月23号 有机会把猴换掉 或弄了猴真的 或者那个会开不成 那于将军讲的 我让他留会 那就有戏了 那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 如果这个事情做不成 没有关系 我独立参选 我8月再决定就可以了 因为我8月决定以后 我还可以有一个月的部署期 一个月部署期 然后大概今年的连署 9月12号 对 9月初 9月上旬 他才要 连署 开始连署 所以他有的是时间 然后接下来45天 连署完了以后 那这个过关是一定会过 有地方派系扛的话 过关是绝对不是有问题 然后到了11月 我就去登记了 那后面才是真正打选战 然后他的逻辑是这样子 阶段部署 他其实很清楚 所以他现在一点都不急 他现在就是买空卖空 然后我就说 我可能会参选 我可能会国民党 我只要好友谊不行 但是我还行 我没有放弃 都放消息在旁边的人 对 他让旁边讲 然后他自己保持模糊 他说买空卖空 国民党只能一直说 我们相信 这个郭的承诺 对 这边下来那边就上去了 对 所以国民党急不急 急啊 他非常急啊 他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他应该这个国民党会破底 那破底就是破朱立伦 2016年381万 还要再破 我以为你是说会破朱立伦 议程不变的民调 那破那 破292万 那我跟他讲 这个事情远比任何事情都严重 国民党现在这些人会出来 站在侯友谊旁边 那不是他喜欢侯友谊 是他怕国民党就此完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柯文 郭台铭有 被报有意并购民众党 主郭柯配 柯文哲的回答说 天哪 一听大家就吓到了 他说呢 在商场上是有并购 政治上有理想 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 处英委员 民进党是不是针对 郭台铭可能独立参选 或者是郭台铭可能并购 这个柯文哲跟民众党 做过沙盘堆研 或者做过相关的民调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 去做这样的因应 因为其实每天的新闻 都在变动当中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猜说 到底柯文哲会不会选到底 又或者是说到底 郭台铭现在跟国民党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对我们来讲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包括像 赖清德主席 必须要扩大自己中间的支持度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 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说 我们的绿营的支持者 是团结的 那但是对我们来说 只是这样的支持度 肯定是不够 像今天当然都 没有讨论到赖清德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怕在这个议题当中 赖清德被弱化掉 所以我们提出了 包括像私校 减免等等 这些议题是希望 能够扩大支持度 所以对我们来说 你去预估说 如果科出来怎么办 或郭科合怎么办 其实这个部分 不是操资在我们 我们根本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稳健的走自己的路 我们现在每天 能够进行的沙盘推演 大概就是先 让自己的基础 能够持续的扩大 至少我们一定要站上四成 那目前的状况是 还不到四成 是要努力的 还要努力 好 柯文哲是标准柯文哲的答案 天哪 一听大家都吓到 他们有说yes or no 没有 他就一个惊叹 那我有没有 这个民众党的发言人 保证来到现场了 所以天哪 到底你们老柯 没有给我们答案 天哪 我听了不然他讲什么 其实因为这个 我们听到也是有点吓一跳 想说他什么政党要被并购 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柯文哲 他自己最近在这个节目专访当中 他有提到 现在看起来所谓的郭柯和 或柯郭和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一方面是民众党支持者 我们是支持柯P选总统选到底 那郭董有可能会来做副手吗 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可能 所以以现在来说 什么正负搭 这样子的合作 机会应该是不太高 正负搭 不用啊 就郭台铭选总统柯文哲 当行政院长 但这就不是我们支持者 所想要的一个结局 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结果 是柯文哲选总统 可是柯文哲选总统 当选的机会不高 我们持续努力 我觉得还是都有机会 没有考虑其他的策略合作方式吗 应该是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支持者 就是他们对于传统的一个 蓝绿的大党的包袱 其实他们可能有一点点想要去 看看有没有新的气象 所以慢慢的有一些支持者 他们会凝聚过来第三势力 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 那他为什么说可以选就选 不能选就不要选 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也要跟他澄清一下 因为其实柯文哲 他一直以来说法 其实他没有什么变 即便他当时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的说法都是 如果他不选总统才是新闻 如果他特别宣布不选总统 那才要去做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 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选总统选到底 那什么叫做不能选就不要选 没有 因為 表示要被并购了嘛 没有 无比啊 你没听出你们老板的意思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因为其实柯P他后来有在被媒体问 他就说他现在没有任何的理由 要退出这场战局 所以现在就是持续走下去 来冲一下 没有改变 基本上柯文哲一輩子的植癌就是急診室 急診室裡面的風格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碰到一個事情 我現階段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然後今天這個時候 咦 一樣一支 趕快救 一定能救 就救了 碰到我跑到下 今天這個狀況 情況不一樣 手切掉一支就切了 這叫做急診室 不能救就不要救 不能救就不要救 這是急診室風格 所以柯文哲現階段沒有 是因為他的民調贏 但是如果下個階段民調輸 那就不一定 這叫做柯文哲急診室的一個決策風格 他的直來的性格 我們過去看 但易三跟著他這麼久也都知道 沒有一致性 但是現在郭台銘的狀況是什麼 郭台銘現在在等的獨立參選是兩個人邀請他獨立參選 一個叫做侯友宜徵召召郭台銘 另外一個叫做柯文哲邀請郭台銘 在723如果就是現在這個剛剛講的類似1949 南京的最後一戰 如果還是打不起來 那藍軍焦慮了 藍軍焦慮之後 郭台銘繼續的內參選下去 很多人就會開始不但只喊韓國瑜選總統 劉家昌也會再出來寫臉書 所以很多人會出來邀請徵召郭台銘獨立參選 那如果這個動作從912開始 然後那些議長們 議長們其實侯友宜這錯誤的一件事情是 你找那些議員議長幹什麼 那些縣長幹什麼 他們今年不用選 他們今年不用選 要選的是原資他們這73個分區立委 可是你看侯友宜有沒有把這73個這些放三機自行密實的找過來 沒有 所以那些議員議長他們做一件事情 你像那個我幫你郭台銘出150個輛車 那個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郭台銘以後還他們那還得更多 所以他們就弄 所以郭台銘就等著變成是很多國民黨的人徵召他獨立參選 因為國民黨是當時你像崑玉就清楚嘛 宋楚瑜他們那個時候看到連在不行 哇國民黨的私底下 今天在國民黨黨中央開完會 晚上就到崑玉他們那邊去把國民黨開了會 所以我們都講完了對不對 這個這是國民黨的特色 這是國民黨選民和支持幹部的 沒有那麼low啦 會傳真過來 那有法簡訊更快了 所以這是國民黨的特色 所以有可能國民黨真正分兩個總部就對了 一個是侯總部白天開會 晚上傳真就到郭總部了 然後第二個情況是十分鐘 十分鐘不用到晚上 不用到晚上 現在用傳真LINE 大概一秒就過去了 兩個群組了 現在第二個情況還是應該用LINE過去了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 其實我們開選舉就知道高原期 甚至於可能會有點走下坡 然後柯文哲最近發了兩個核心錯誤 你看柯文哲講話裡面 剛才不是講急診車醫生嗎 但是真正的核心錯誤是什麼 其實福茂還是外圍 中間真正核心的是中國要他選 他常常做了很多解釋 做了很多時間 可是你要知道柯文哲最大的支持群 年輕選民20到19 30到39 現在連40到49都有嘛 天然毒 可是這群人天生就認為 台灣和中國互不隸屬 那你現在中國要他選 加上福茂這些事 他最近一直開始猛 迴避這個事情是受傷了 受傷了 受傷了他一個核心的支持群 那這群核心的支持群 說實話 目前民進黨還撿不到 這就是柯文哲如果繼續在這邊受傷 又有人邀請郭台銘獨立參選 你覺得郭台銘撿得到 目前因為郭台銘至少 你沒看到那些高斯大 侯友現在嫌要接收馬英九 全盤的兩岸政策了嘛 他只能接收馬英九 那馬英九九點二耶 所以 百分之九點二耶 所以他接收的 你覺得柯文哲 他這些流失的票 有可能到郭台銘這邊 在明天最後投票那一剎那不一定 但在聲勢上 郭台銘是撿得到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福茂的議題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柯文哲 十年前跟十年後差這麼多 而現在呢 整個十口否認 旁邊很多人又幫他講話 這中間連秋顯字都收不了 跳出來講話了 這個臉書連寫兩篇 也成為藍綠白混戰的一個戰場 我們來看VCR 3 2 1 副總統賴清德拿起自拍棒 跟全場舞會者大合照 投影幕秀出IG帳號 主持人現場教學 增加粉絲 3倍多 能夠讓台灣的企業 給立足台灣 副主權 九十一將全世界 但很多人側上會說 我們台灣能口成功 兩千上台灣 事實不夠大 但今天在往後的世界 無緣無緣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閒萬質疑 是否就是不要跟中國僅僅相依 進來最好話題 或者不排除貨貿服貿談判 引發渲染大波 來今的陸皮服貿是走圍頭路 或者辯駁 當年參加太陽花學運 是反黑鄉 不是反服貿 反左貿都必留下紅機 柯文哲出貨的勇氣 都必留下紅機 不要因為說 靠向這個深藍的選票 對當年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 去做這樣的區局 九年前跟現在 邏輯沒有出現 今天秋田是出來講說 他當年只是為了要阻擋 都還來弄這個 這不是表示你是一個 陰險狡詐的人嗎 聖課嘛 強調自己始終如一 然而太陽花學運參與者 共同舉行記者會 重申反服貿運動主張 痛批所謂的重啟服貿 已經變成藍白頭號 中共手段 如果現在 台灣再跟中國 簽訂禍帽 簽訂服貿 那不是跳板 那也不是捷徑 那叫做繞遠路 或者昔日上街頭 很符貌 林靜蓋後擺 林鄉被執藝場搖擺不定 安心得則再重申 不走回頭路 不被中國綁架 要從台灣 放丟世界 來看一下重啟服貿 柯文哲到底怎麼說的 一開始是國政白皮書 有這樣一個內容 主張重啟兩岸協商機制 巴拉巴拉巴拉 永續ECFA效益 保障台商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媒體就報導了 這個柯文哲的國政白皮書 會重啟服貿 然後柯辦這個話題一燒開 5月1號報導了 6月1燒開了 因為這個台灣已經做一個圖檔了 說柯文哲支持重啟服貌 陳志涵就講了 柯文哲沒有這麼主張 是綠營人士和側翼網軍 雙重任之作戰 就開始罵 就是用標準的SOP 批民進黨的方法 什麼1450 綠營側翼網這樣的 巴拉 好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整個紛爭 先拋在一旁 我們先從謝金河這邊文章來看起 服貌風波再起 他說 腳踏實地過生活才是王道 他說服貌協議最後的本質 是要看雙方是善意還是敵意 如果雙方劍拔奴張 這個協議前提就不成立 2015年 南韓和中國簽了FTA 馬總統跳出來大罵民進黨 媒體都說台灣10年之內完完了 南韓以為可以利用中國 沒想到產業被中國大軍攻破 三星手機在中國市佔率從32%降到1.6% 今年南韓發現情況不妙 跟中國劃清界限改報美國派 台灣的狀況是怎麼樣 大家很清楚 我們好不容易贏韓國了 有沒有 我們贏韓國了這些年來 多麼辛苦 為什麼 我們選擇站在世界民主盟國的這一邊 我們中國 我們跟中國保持一點距離 我們也很想跟中國做朋友 我們想跟中國做生意 但是我們保持距離 所以台灣就活出了自己的樣子了嘛 好 現在呢 10年過去了 台灣活出一個還不錯的樣子 雖然還是不禁讓人家滿意 但是起碼大家覺得台灣現在是一個 還可以的樣子 柯文哲說要重啟服貌 還跟大家說這是1450亂講 我是反黑箱沒有反服貌 所以你只說了嘛 太陽花聲音你是有出來的對不對 沒有 這不是事實啦 說只反黑箱不反服貌 這絕對不是事實啦 因為你一個反黑箱 然後就造成說有50萬人上街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表示說 他背後有一個真實的恐懼 跟真實的危險存在嘛 那其實還原到之前的那個脈絡 2014年的時候 那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馬政府一而在 再而三的項中看齊 不要覺得中國的因素嘛 那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大家擔心說你一而在 再而三一直親中的話 那最後服貌然後貨貌 那下一步政治協議等等 那台灣會不會有亡國的危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太陽花聲音的口號是什麼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今天不站出來 明天站不出來 這次柯文哲要選總統了 突然說要重啟服貌 最後又說也沒有說要重 也不是這樣 是反黑箱 不是反服貌 後來現在又發現不太對勁了 這是民進黨的綠營 側翼人士雙重認知作戰 你聽到他們講的做法 你的感想是什麼 這個 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是會覺得說 是柯文哲不了解當時的這個脈絡 那還是說 因為這個你想要去 這個有些政治上的因素 你想要去選技 那所以對當年的這個運動去做曲解 那其實說實在的 為什麼當時的人非常清楚 就是不只是反黑箱 而且要反服貌 就是因為你服貌 到最後真正的用意 是在進行一個叫做共同市場 那你今天的狀況就是 阿共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那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你今天要跟對岸的這個獨裁中國 變成是一個共同市場的時候 那你一定是洋入虎口 所以大家才會有真實的恐懼 像剛剛謝金河講的 如果我基本上 我在我臉書上寫說 如果你2014年的時候 你真的讓馬英九通過了這個服貌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什麼 台灣搞不好已經沒有電子業 沒有竹科的這樣的一個產業了 為什麼 因為會變成是說你跟美國 你現在我們是跟美國站在一起 跟日本站在一起 那美國在制裁中國 那如果當時是這個馬英九 把服貌這樣子硬推推過去的話 現在的狀況是說 台灣跟中國站在一起 美國在制裁中國的時候 也在制裁台灣 好 所以柯文哲一直在嗆 他說好啊 你們民進黨什麼服貌貨貨貨什麼 你現在ECFA你買還是沒有 時代力量就是什麼 ECFA的狀況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糖衣 台灣有被讓利 你現在被讓利嘛 所以在2011年到現在2023年之間 我們大概被讓利的大概90億 那反之中國是大概10億左右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糖衣 然後它包裝後面這個毒藥 毒藥要讓你吃下去 結果去給太陽花協運 所以我們要謝謝你們太陽花協運 毒藥沒有讓我們知道 擋下來了 而且當年反對服貌 我覺得今天更要反對 為什麼 是因為說的好 當年 也許中國跟台灣之間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 可能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深 現在10年之後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是加深 還是減少 其實非常清楚啊 說的好 對啊 所以應該是當年反對 現在更要反對 怎麼會去重啟這個服貌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 我就先讓大家看一下 謝金河的這篇文章嘛 我們現在好不容易贏韓國了 觀眾朋友 柯文哲現在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柯文哲是要讓我們跟韓國一樣嗎 10年被吸光之後再爬回來嗎 爬回來重新做起嘛 所以保證這個題 你可能對你來說比較吃得丟薄 太陽花協運的時候你幾歲 我幾歲 我那時候已經出社會了 我已經已經在工作 我已經在工作了 那所以呢 當你們的陣營說 柯文哲沒有反服貌 只是反黑箱 你們柯文哲科大主席還講說 我反對黑箱服貌 不是反服貌 民進黨我就直接講網什麼蛋 每天都在做假新聞 你怎麼回應 所以你們不反服貌 好我先回應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什麼中國要柯文哲選總統 但是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一定要大力 沒有大力澄清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那個真的是 醫訊拿出來 白紙黑 你要說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柯平 他那個時候已經有討論過 他有講過 他當時其實是因為 他在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本來就會跟對岸有一些交流 他們就會好奇說 那臺北市長以前都會選總統 你以後要不要選嘛 所以他們只是關心 他並不是說中國就因此而要柯平 因為我們先回應這個 我用沒有問你這個 因為重要的才一定要趕快講 對 因為打中了核心 而且雙城論壇 糖衣毒藥 而且雙城論壇 我記得好像是九月 從二零一五年就開始辦 其實重點是什麼 當年輕人認為 你跟中國有關係的時候 對他的核心的支持群 是受到影響的 你為什麼要澄清這個 這明明就是白紙黑子 因為剛剛窗夏哥提到 我覺得我要特別澄清一下 這件事情 白紙黑是大家都看到了 我真的覺得大家就是誤會有點深 好那我們回來這個正題好了 服帽這件事情 其實當時在二零一三年的 立法院的公聽會上 其實柯平他很明確的表示說 他是反黑箱 他不是反服帽 後來二零一四年 他在電視台的專訪上 他一樣強調是他是反黑箱 老實說重啟談判這件事情 二零一四年的民進黨 包含賴副總統 副總統當時 他自己也有去參與到現場 他那時候舉的牌子也是服帽 要重啟談判 那我覺得民進黨現在當然會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可能時空背景 有有有 不一樣了 民進黨已經 那個民眾黨已經做土檔出來了 等一下再讓 這個 褚英來回應一下 我們其實認為就是監督條例必須先通過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因為他是比較 兩岸經貿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所以這個必須要先通過之後 再去討論是不是要進行貨貨 跟服帽 先貨貨 再服貨 所以你沒有立場 貨貨的話 相對 他的衝擊性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說 應該先去討論貨貨 再服貨 然後再來要跟大家強調 重啟禍貌 等一下跟大家先強調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當時在論述上面 我們是有參考陸委會的 因為陸委會其實他在四月份的時候 他還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直接說在ECFA的文本當中 要去明定服貌跟貨貌的後續磋商 其實陸委會是有明確的去提到這件事情的 那包含新聞報導跟他們的官網 其實都有提到 所以我們其實也不太清楚說 那現在民進黨未來如果真的賴副 他有機會選上的話 你的ECFA要停嗎 你的服貌貨貌再也不磋商了嗎 其實我們也很想要問民進黨 今天民眾黨有做一個圖檔 說兩套標準 蔡政府挺服貌 賴清德反服貌 說蔡政府要儘速完成服貌貨貌的談判 希望中國移除障礙隨時可以談 賴清德說重啟服貌是走回地中市長 沒有看清世界局勢 所以他請你們 請蔡總統要求賴清德 停止對陸委會的攻擊 首先我先這樣講 賴清德在信賴之友會 包括禮拜天的時候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 對於現在我們所講的 當年你擋下來的這個服貌 絕對不會讓他進來 好 現在我再舉例就是說 今天當這個陸委會 他其實是在一個記者會當中 被記者詢問 那如果說今天中國來找我們談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跟他談 但是你要不要跟他談以及要怎麼談 這個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可以來找台灣 但是台灣可以決定要不要跟你談下去 或者是要不要跟你做貿易 我覺得這個是立場上是必須要講清楚的 但是你來找我談 我不一定要跟你談成 或者是我不一定要跟你跟著你的節奏走 我覺得現在包括民眾黨 他就是故意跟你說 有人來問 所以你回答了 這個就是掉進了他現在 他擔心大家會被問你 你是不是支持服貌 你是不是挺服貌 但是我必須講啦 柯文哲為什麼現在 建設當上去 把立委都罵成是狗 因為他就是故意不提這一題 然後他抓另外一個 你在記者會當中 你曾經被人家問到的一個片語 然後說來你回答你回答 我現在可以回答 就是民黨的政府絕對不會支持服貌 包括賴清德不會 蔡英文也沒有 但是柯文哲你沒有回答的是 那你呢 你是不是政治改變了 就像我講的 我們來寫詢一下2014牛年的柯文哲 那現在2014年柯文哲 跟現在2023年的柯文哲 一不一樣 就是大家都要各自回答問題 其實現在不是敵意或善意的問題 而是需要都沒有了 這一個大家如果記得 叫做中國三星 你看他們中國三星 在的slogan是什麼 做中國人民喜愛的企業 貢獻於中國的企業 結果他們連科技業 為什麼剛剛講科技業 科技業都綁進去了 三星嘛對不對 結果他們韓聯社昨天報導 根據韓國的分析師 綁進中國的結果是 三星今年Q2 獲利或衰減百分之九十九點三 衰減百分之九十九點三 你跟中國綁在一起 有需要嗎 現在的中國 還是十年前的中國嗎 它還是世界工廠嗎 還是世界市場嗎 習近平都在講說 要勒緊褲帶極端情況的內循環 然後要退零環根 中國已經不行了 然後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現在全世界的趨勢 整個全世界都往前看 只有某些人還在看後面的 現在不但連服帽都不需要 貨帽都不需要了 美國莫迪剛剛去印度 帶回來了跟Apple 25項科技合作 投資到印度去 跟那個什麼 整個跟著Apple 美光要投資27億5000萬美元 到印度去 然後劉揚偉 富士康 都要去印度 都要去墨西哥了 中國現在 是我們過去 以為說就是持續效應嗎 都沒有了 那這個時候 還去想到那個 服帽貨帽 全世界都知道 已經是落伍的東西 還要在這時候把我們綁進去嗎 綁我們的一個科技業是說 做中國人民喜愛的企業 做貢獻於中國社會企業 然後Q2 獲利衰減99.3%嗎 所以我是覺得 今天還在扯這個 服帽貨帽的時候 這個東西 只是柯文哲 以為侯友宜完蛋了 想要去吃一些藍軍的票 丟這個是為了吃藍軍的票 吃藍軍的票 以為可以討好他們 可是你回到真實的世界趨勢 其實中國不再有持續效應 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世界工廠 中國也不會是世界市場 但是是世界公敵 對 不是世界工廠 但是是世界公敵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柯文哲的玩法 不但是想要去吃藍軍的票 而且他把時空概念 全部都把它揉到一起去 把它錯亂了 錯亂了以後 他才拿明朝的劍來 整清朝的官 好 每個人大家都去 都跟我們的夫妻吵架一樣 最討厭什麼 翻舊帳 你看我們剛剛講說 柯文哲當初講什麼 誰先誰當初講什麼 誰先誰怎樣 每個人來翻舊帳 你不覺得這個討論很煩嗎 那我現在 這個既然大家都在講兩岸的東西 我現在就用陸委會 今年5月23號發表的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執行情形 今年5月23號還掛在陸委會網站上 他的數據 這個來說明 這個根據陸委會這個資料 2022年 我國對大陸出口 大概1200億美金 那屬於艾克法早收清單的 只有204.95 大概不到205億美金 那佔比大概是多少呢 16.9不到17 那所以柯文哲說 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每天 這個每年對大陸出口 1000億美金啊 然後這個佔比多少 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兩岸要談 那對不起 他就真正早收清單裡面 能夠收穫了只有17%不到 那其實佔比非常低 我覺得柯文哲打這一題叫做 一減幾個沒人減幾個 第一個他要拿藍軍這個 支持符貌的標 第二個他要打民進黨說 你現在在那邊享受 我洪我 讓利清單 那你為什麼要在罵中國 因為他摸清楚了 民進黨的個性 然後他就沒看到三星的下場 民進黨就是鬥牛 鬥牛有個毛病 看到紅布就衝上去了 所以他現在就這樣子玩 就這樣子衝上去 他說你們抹紅 抹紅我 全身上下都穿紅衣服 他說他抹紅 對你要怪誰 像這樣的議題 當然總統候選人 現在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你提出的政策跟議題 你必須要負責任 那剛剛其實講到說 這個兩岸監督協議條 這個條例 那之後胡貌 貨貌之類的 那我必須要講說 其實實力黨團 在這一屆 四個黨團裡面 只有實力黨團提出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的這個草案 那下一屆的總統 第一個是誰不知道嘛 那他會不會再重啟 胡貌 後貌的團 不知道喔 所以其實在制度上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努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否則的話 到時候 趕快送去不掉 那 所以民眾黨也沒有提 這個案子就對了 只有實力有提啊 可是民進黨說 他已經融化在 這個兩岸關係條例裡面 那個完全沒辦法接受 你不能接受 那個是老柯在亂講 那基本上 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五支三條 根本就沒有辦法 把這個包含進去 因為到時候 下任總統是誰 下任總統把行政院造廠 把他送進來的時候 把他當作是一個 經濟協定的話 送進來一樣 按照這樣的處理 所以完全沒有監督到 所以為什麼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麼的重要 那就是為了避免說 能夠去做重蹈覆轍 那我必須要講說 有人講說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就是為了要 將來要服帽貨貌 完全錯誤 從頭到尾 所有的談判 包括兩岸共打 很多 包括裡面 其實牽涉到非常多 這樣的協議 打擊犯罪等等 那個都是需要 去做協議 但是徹底的反對 就是說服帽跟貨貨 因為服帽跟貨貨 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希望成為一個共同市場 那核心 其實剛剛其實幾位大哥 包括褚英偉也有講過 就是說你跟一個獨裁國家 成立一個 而且對你敵意很深 然後現在全世界都在對付他 那美國在制裁他的時候 你竟然要跟這樣一個時時刻刻 對你有野心的這個 這個獨裁國家 成立一個共同市場 那你不是瘋了嗎 好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請民眾黨 來回應一下 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失業率 20%這是低估嘛 因為他們的現在失業率的算法 是一個禮拜只要有工作 一個小時 就不是失業人口 就沒有在失業率裡面 最近他們這個大學生畢業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躺平 都找不到頭路嘛 大部分是找不到頭路的 我想請保證來回應 中國現在的市場是這樣子 台灣因為跟中國脫鉤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經濟市場率高於南韓 是很不容易的一個成果 那所以柯文哲還是主張 要把台灣跟中國 所進一個共同市場嗎 應該這樣講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 對這個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 其實大概都在四成左右 大概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四十三之間 所以我覺得非常認同 剛剛邱元所提到的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已經先不要 我們現在貨帽服貿 我們先稍微擺一邊 但重點是 當我們兩岸之間需要 我們兩岸之間 如果需要去做經貿上面 相關的交流的話 其實那個監督機制 一定要非常的完備 因為民眾黨為什麼不提呢 為什麼沒有提呢 好 這問題來了 好 我們先講 因為現在的確是 時代力量有提 但現在民進黨也沒有提嘛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下個會期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來辦公聽會 然後也下一個相關版本 對 所以你們要不要把中國鎖進 跟台灣鎖進中國共同市場 其實並不是鎖不鎖進 因為應該是這樣講 本來兩岸之間 就一定會有經貿交流 那你既然要交流的話 你的監督就必須完備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論調 那我們就好奇 因為其實剛剛褲英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ECFA 服貿貿貿貿現在在 這個ECFA的一個大架構之下 那其實當時在二零 在當時其實蔡英文總統 他有提到過 如果他執政的話 他會來推動公投 然後廢掉ECFA 但如今我們看起來並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很好奇 到底對ECFA態度是什麼 那你們對ECFA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重點是 你們要選總統 你們的候選要選總統 因為剛剛其實沒有機會讓我解釋 我覺得其實台灣有許多的法規 同樣一個項目的時候 哪一個法規是用哪一個 我想現場 這個顯知識律師 他也知道 就我們民進黨立場的認知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 五之三條當中 因為他已經講到了 涉及政治之議題的協議 行政院在協商開始的前90天 就要交到立法院 然後提交來做計畫 對於他們現在 都一直認為說 沒有這個條例 沒有這個條例 所以先談這個條例 我覺得民眾黨就是故意模糊焦點 基本上你就告訴我們 你同不同意貨貌 同不同意服貌 你現在有沒有立場改變 因為對我們來說 法規就在那裡 如果要 你就說你想過 然後你要跟對岸簽 包括柯文哲講的 對岸要你出來選總統 包括對岸跟你講說 這個所謂有海峽論壇 你們也派人去出席的 這麼巧海峽論壇 出席完回來之後 就要重啟服貌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扣合到 你當年在這個 台大依訊上面講的 中國讓你出來選總統 這個部分才是你要選總統的人 要去講清楚 而不是現在不斷地爬梳 蔡英文當年講什麼啦 陸委會當年講什麼啦 等等啊 我們如果要做 我們就會把它通過啦 我們顯然就是講好一句話 不做我們不要啊 因為你現在認真就輸了 真的喔 因為柯文哲已經轉題 轉到狗這一題了 我們來看PCR 政治誠信是我們的政治價值 所以一開始我就已經 我後來是看我九年前的影片 已經講得很清楚 第一 先通過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就是規範出來 然後再來是 後貌比服貌優先 因為這個服貌 因為這個服貌有牽涉到原理 所以整個社會衝擊會比較大 所以我發現我 九年前跟現在邏輯沒有不一樣 我如果有改變 我一定會說 所以我邏輯沒有改變 今天邏輯是出來講說 他當年只是為了要阻擋 所以才來弄這個 這不是表示你是一個 陰險狡詐的政客嗎 狗其實也是一個可愛的動物 被解讀書在印豪 這樣如果我來講就更那個 狗比他們善良多了 好 柯文哲是聲量王 一開始這個民進黨 丟出這個依訊 他說中國要我選總統 發現不對勁之後 趕快轉題到服貌 去嗆民進黨 那你不要重啟談判 你要不要EKFA 接下來再轉題 發現也沒討到便宜之後 看到中國青年 現在這個失業的一個狀況 真的還要變成一個共同市場嗎 我相信所有支持 柯文哲的這個年輕人科粉 也會去判斷 那麼這個題不對 之後再來轉 轉到了狗這一題了 羅文嘉寫了文章說了 柯文哲不是第一次公開罵別人狗 要主人帶回去管 他認為這不是嘴巴壞 休養差的問題 是心態上腦子裡 就是這個等級 覺得不管幫自己工作的 幫別人工作的就是狗 狗奴才就是柯文哲內心真實的認知 這種思維裡面 柯文哲不懂的夥伴關係 相互扶持的重要性 只有我指揮你 你聽命於我的君王視角 柯文哲的事件就是如此 為什麼老師要講狗 這個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們先講個笑話 其實狗蠻好的 臨財母狗得 臨難母狗免 不但要當狗還要當母狗 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柯文哲這個狗 他絕對不是我們說很喜歡很可愛 呵護這種狗 我們在軍中喜歡狗 兩種喜歡 一種是真喜歡狗 養隻狗可以幫你站衛兆 可以跟你一起站衛兵 可以幫你開門口 然後你還可以陪伴你 另外一種是老師館長喜歡狗 他把他採了 薑母狗這三杯狗就吃了 所以大家不要把狗做太多的解釋 在那個時間點 你指著人家說把狗帶回去 那就是辱罵 那就是辱罵 那就是罵人 就是羞辱人的話 那怎麼可能是稱讚人的話 你真的真的好有能力 跟條狗一樣 這稱讚人的話嗎 不對嘛 狗是中心 狗是陪伴 但是不能用狗來罵人 這狗也會抗議 所以我才講 柯文哲每一次丟出來的事情 他不會後悔 所以很多像保證他們幫他護航 其實柯文哲他心裡想幫我護航幹嘛 我就是罵人 你要怎樣 其實他心態就是這樣子 你什麼時候聽到柯文哲出來說 我罵你狗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失言了 沒有失言 就狗 就怎樣 就是這樣子 柯文哲夠率性 所以幫他護航的人不用想太多 這就是柯文哲 你讓柯文哲變得文周周人 講話起來正機八板 那反而不是柯文哲 他的聲量會掉 所以說狗就狗 柯文哲就是這樣 柯文哲就是這麼率性 柯文哲就隨意 你就可以說 我們的主席就是這樣 罵狗剛好而已 他沒有罵更難聽了 表示他的休養變好了 所以柯文哲哪有休養 柯文哲就有率性 只有爽 只有聲量 只有開心而已 言之 最近這一題猴有有沒有跟上 狗這一題 狗這一題跟猴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柯文哲 自己的那個休養問題 可是柯文哲他有一個精深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柯文哲講一些話 大家都不會很當真 就是你看他常常講一些 人家都覺得 你怎麼會這樣子講 呼一呼就過去了 可是選總統會不會有不同的標準 看起來是還好啦 所以 國民黨應該痛批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為什麼 不是我只在想台灣民眾對於選總統 會慢慢有一個高一點的標準出來 那要看那個 我們就民主時代都尊重大家 我只能說柯文哲過去到現在都是 都是這個風格 所以他也不怕說 他講出這樣的話 會不會被攻擊 我覺得他也不會很在乎這個 然後有時候是講一個什麼 在道歉也沒事了 那剛剛那個服貌 就是說我沒有要談服貌的東西 我只是說柯文哲 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還是不太知道他的立場 到底是什麼 他是他到底挺服貌嗎 還是他是反服貌 其實也聽不出來 可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模擬兩可 他就可以跟各自就是藍綠的支持者交代 比如說跟藍的支持者就說 你看我也是主張要服貌對不對 不然我去扯那個兩岸監督條例幹嘛 但是對綠的支持者 他也可以講說 我沒有 我只是反黑箱 所以我是主張兩岸監督條例 但我沒有說我反服貌 我沒有支持服貌 所以大家可以一個服貌各自解讀 這就是他戰術靈活的地方 像我們國民黨就比較笨 我們的立場就比較堅定 就是我們就是挺服貌的 那我們挺服貌 反服貌 現在十年之後你們還挺嗎 你們要繼續走服貌的嗎 因為我們的基本主張是說 希望兩岸可以對話跟交流 當然包括服貌 但是不會沿用十年前的架構 因為十年前當初談的情勢 跟現在已經有點變化 那個時候我們是開放對岸的64項 他是開放我們的80項 可是這裡面的項目 當然大家可以討論 有的對台灣有利為什麼不做 比如說之前 他在99年 我們要講進去了 我們要講進去了 我們要講進去 我們更多討論 把他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這個罵人家狗 一般並不是一個 覺得可愛才罵人家狗 但是現在就是為了凹來凹去 這話就也蠻多的 但我覺得作家顏者 這篇文章是寫得不錯的 他說 不指望柯批的支持者 會因此停止柯批 但我希望你們能用某種方式 節制他的言辭 罷另一陣營的公民或政治人物是狗 這是在號召支持者 不必把另外一個陣營當人看 這種言辭對於民主的腐蝕 大大超過了抹黑或者是潑髒水 不是仇恨 是不把人當人看 而且柯文哲還要講說 我聽了就想一腳把他踹下去 這種話難道不是允許殘暴嗎 所以不指望柯批的支持者 因此停止柯批 我希望你們能夠用某種方式 節制他的言辭 比如說寫信告訴他等等之類的 我誠心的希望你們可以嘗試去改變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 你們支持他不就是希望改變台灣嗎 那麼就從改變他開始吧 我想請問一下寶貞 你說狗還蠻可愛的吧 這是你講的 柯文哲今天繼續嗆 他顯然沒有打算要讓這個題結束 他說狗比造謠者善良多了 剛剛民進黨不是抓包你們民眾哪也造謠嗎 那到底 所以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這應該這樣講 因為其實柯主席他有時候真的會拿狗來做一些 你有沒有被他罵過 我沒有被他罵過 他罵過你最兇是什麼用字 沒有我好像沒有被他罵過 對所以我沒有 就是沒有聽到他這樣子相關言論在我面前 倒沒有 對那好就是我覺得真的每個人可能對於這件事情的解讀 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我也不再多做辯駁 但是的確因為他有時候做比喻 他其實是比較針對側翼網軍 就是有點在製造亂源的人 然後在做抹黑假消息的這些人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真的要去指名道姓去針對誰 然後去講這個話 因為你如果是當著人家的面說你是狗 那真的是不行好不好 真的是不行 沒有我指名道姓嗎 他講說這個邱險志出來說 當年為了阻擋才弄這個 不表示你是一個陰險狡詐的政客 這指名道姓 他說你陰險狡詐 對啊這個是今天的新聞 我也覺得很錯愕 你被一個奇怪的人說你陰險狡詐 你這樣應該是很大的侮辱吧 應該是說我們這是救世論事 我覺得說台灣公共政治的討論 我們也是要理性討論 因為這個就是說 當年到底是只有反黑箱 還是說是為了要反服貌 然後這個號召 這個有這麼多人上街 這個是可以公平的 他如果這件事情也這樣子 去胡扯一通的話 你們總統候選不可能支持他吧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怎麼講 你會不會後來還支持他吧 沒有我是覺得救世論事 如果你以我自己的立場的話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論述 因為怎麼會說現在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又加深了 然後要去處理這一題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跟中國去做服貌 或者是所謂的共同市場 這應該是不應該存在的 你怎麼會跟一個獨裁國家 你一直要去併吞別人 然後大家都說 我們來做一個共同市場 共同市場 這不可能是這樣做 柯文哲就自詩 最能跟美國中國溝通 所以這個 所以他要重啟服貌 坦白就是他可以跟中國溝通 我覺得這個 這個太陽花學運的口號 叫做退回服貌 捍衛民主 我覺得我們基本上應該要對民主 跟獨裁這個部分 要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而且應該要能夠認識到他的危險性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那應該是就事論事 所以你覺得被罵狗比較糟糕 還是罵陰險狡詐比較糟糕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唇槍舌箭這是難免 但是應該是還是要就事論事 那我覺得對狗 我覺得對我自己還比較還好 但是對狗來講 我覺得狗是一個很可愛的動物 我們應該是要有一個尊重 你要幫我講話 對 我跟你講 那個柯文哲拜託一下 那個罵人就罵了 你就勇敢承認你罵了 對 放狗咬人這四個字 不是罵人是什麼 你說那個狗是可愛的 那說放狗咬人是在講可愛來吃 我發現他們要讓這一題 你不要狡辯 他今天繼續嗆相愛 狗比造謠則可愛 他的問題 因為他這個話題 大家都去討論的時候 福茂 忘記講福茂了 對 你知道他在林樹輝那個案子的時候 那林樹輝是我們好朋友 那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私下 然後他下來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發現一件事情 柯P的最大的問題 他是把很多人都當作狗 把所有人都當作狗 靠他吃飯的人都當作狗 他不是只把敵人當作狗而已 他的毛病很多 你看他對待黃國昌 或這些人的做法 那他這幾天封官派職 你覺得像什麼 那他就是拿一根香腸在逗你嘛 那看誰會咬上來嘛 那不是在對待狗嗎 那所以黃偉翰其實那個回嗆 是嗆得很不開心 然後覺得你侮辱我 那拜託你一件事情 那就是說這個事情 對於這個柯P來講 那他覺得我這樣隨口這樣子一講 那可是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牽涉到他背後的一個價值觀 那如果他的價值觀是把人當人看 就跟顏澤亞講的一樣 你真的把人當人看的話 你不會這麼隨意的 那罵人家是狗 對如果 我不會希望你就這樣停止改變 就是說停止支持柯P 可是我期望你是不是可以 藉由不同的方式各種方式 改變一下柯P 你可以繼續支持他 你可不可以改變他 稍微尊重別人一點 對不對 來看這是忠實新聞網寫的 他標題直接下說 散佈未要假消息 警方將通知賴清德到案 這是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競選工作室 在24號的時候 已經到北市警中正一分局 提告賴清德及其發言人戴偉山 散佈假消息 違反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散佈謠言足以死人 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 啪啦啪啦啪啦 所以警方將通知賴清德到案 這是忠實的消息 忠實新聞網再加碼一篇 侯友說本來就應該負責 要傳喚賴清德這樣一個狀況 整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幾個毛髮檢驗的結果 發現說 這個衛藥事件 目前孩子身上的本巴迪比拼 所以他們定掉這整件事情 叫做假消息 賴清德要負責 但是家長怎麼說呢 我要再把這篇照片給大家看 這個家長為了讓孩子驗毛髮 因為這個為要按孩子發生不正常的狀況 甚至戒斷的一個情形 發生在2月到4月之間 那麼發生之後呢 真正這個開始去做尿檢 是不是在6月的時候 其實該代謝都代謝的差不多了 這件事情到底是沒有的事情 假的事情還是曾經發生過 現在言不出來 這是幾個層次 但是我們看到侯師傅已經說 這是假新聞 民進黨賴清德就做假新聞 家長今天再把這個照片給大家看 這是他們家的孩子 後來決定用毛髮檢驗 是替得有一點多 誰願意把家裡的孩子變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直接定掉這已經是假新聞了 沒有的事情 沒有未讀的事情 家長說 誰會開這種玩笑 家長誰會帶這種風向 然後呢 家長還是不滿 幼稚園餵藥 這是一個烏龍新聞嗎 是烏龍嗎 有孩子說 這個孩子有種種階段的症狀 做噩夢 生氣的時候去撞牆拉頭髮 孩子好不容易卸下心房說 喝彩虹藥水 試秘密不要跟爸媽講 說了會被打 發生過整種這些事情 都是真的發生的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要說這是 衛藥案叫做烏龍除音 這件事情 新北認為他已經停損了 同時攻擊民進黨說 你們這明明是烏龍事件 你們為什麼要發假新聞 我覺得大家現在都知道 再苦都叫苦孩子 這個已經不是口號 這是真實的 就是不可能有一個家長 他拿自己的孩子的生命 或者他的反應來開玩笑 這件事情的起源 真的就是新北市出現了有家長來陳情 那陳情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時間點 我只想要講的是 就這個啦 我覺得到底是不是假消息 或假新聞 或者是什麼烏龍 這個是國民黨的議員 自己在議事殿堂上 自己這樣子講的 如果說他們今天只是在這個四月或者是五月當中來做文章 他都不能掩蓋是新北市確實出現有兒童有階段的反應 包括有家長對於孩子的反應是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 這個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簡化成玩一個文字遊戲 其實我一直認為 侯友宜你自己身為刑警出來 其實這個大家已經討論非常多 就是你二到四月發生的事情 你六月才去檢查 包括你怎麼樣代謝 包括你藥物 都已經離開了 重點是你身為一個地方父母官 你如果是自己沒有要處理這個事情 你現在認為你在聲量上 或者說你在判決上面 你覺得你撐過去了就算了 但是問題是這些家長 他心中的那個疙瘩是在的喔 你是新北市的市長 你現在還要不要選舉 這些家長絕對不是民進黨 或是任何人叫他出來的 他是他的孩子 他的前途 他的未來甚至於他未來成長的各個狀況 他不可能心服口服 你現在認為你在聲量上 或者說你在判決上面 你覺得你撐過去了就算了 但是問題是這些家長 他心中的那個疙瘩是在的喔 你是新北市的市長 你現在還要不要選舉 這些家長絕對不是民進黨 或是任何人叫他出來的 他是他的孩子 他的前途 他的未來甚至於他未來成長的各個狀況 他不可能心服口服 而且他這個家長 還有其他的親朋好友 所以對於好友來說 如果你要用這種方式 那我們現在會提出我們所有的證據 讓相關的單位來說話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孩子的未來 你有沒有真的去認真處理這件事 國民黨現在是繽紛多路 包括要傳話賴清的 是 另一方面也做各種檢舉 這個獨物專家 昭明會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一段談話被檢舉了 所以查核中心也有所說法 關鍵在於就是說 這個獨物專家他說 巴比陀應該零檢出 正常狀態下 人體內部應該有巴比陀 期待是零檢出 然後 這個查核中心的說法是說 實務操作上 儀器檢驗會有偵測的極限 只要低於偵測極限 會測不到 所以檢驗報告顯示 未檢出 而不是零檢出的狀況 這整個事件跟 巴比陀檢驗64後面 這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符號 有人說是DASH 那麼有人說這是陰性等等 所以呢這個 趙明威老師 他發出了六點聲明了 他說針對六月十四號的文章 他當時跟幾位專家 醫檢師朋友討論過 認為這個是代表零檢出的 造成社會大眾的誤解 針對認知上與意上的問題 他深感遺憾 另外他說 巴比陀對於孩子的傷害是大的 根本不應該被驗出 各界認為陰性就安全 失去焦點 也然現在有利他能 高雄有巴比陀 這麼多個案是該好好徹查 他同時提醒這一點 其實也是要給新北市政府 提醒的就是說 數字是冰冷的 人才是熱的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們都不希望這種事情 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請大家正視他們遇到的問題 看到他們的臨床症狀 這才是真正現實的狀況 所以我要請原資來回應的是 就是說 你們現在繽紛多路 覺得這件事情停損了 新北衛生局 甚至說家長覺得胃藥案是烏龍 有家長就生氣了 虛意帶風向 我孩子頭髮剃成這樣子 不是在開玩笑的 為什麼 新北現在就是把整件事情打成 是一個烏龍案 這樣家長能欣服嗎 因為裡面就有很多烏龍 我覺得新北市政府 那麼有底氣會去告 最主要就是賴清的發言人戴維山 他有一篇臉書直接被臉書 標示說這是不實言論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他驗 他說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數值六十四 後面誇呼 他說這個就是驗出來 很未讀 就這麼斬金結鐵講這件事情 那可是實際上後來 事實查核中心 還有很多人都出來講 那個那個負號 就代表陰性的意思 然後很多專家都講說 有數值不代表體內有 那個可能是儀器的物質或什麼之類 可是他們就不接受 他們硬要講 這就是有毒 這就是有毒 那有毒 那是怎樣是多希望小朋友體內有毒 然後再來就是四月份 這東西也是 好當然主因講那個 我們是有議員有講 沒錯 但他他講的日期其實 其實蠻後面的 其實在那個議員口誤之前 民進黨就很多人都一直說 這個四月 戴維山也有講過 他也說四月份 就有加上打1999 可是實際上 這個也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所以就一直操作 我覺得大家都關心小朋友 也關心家長 可是民進黨讓我們感覺 是在操作這個事件 唯恐新北不亂 去打侯友宜 那這個當然我們 侯友宜團隊就不能接受 所以就是要去控告 讓司法來還原這整個事件 好 這個招老師這篇文章 是六月十四號發的 他六月十六號 在我們節目當中也有提到 他覺得這個負是代表零檢出 然後也遭到了這個國民黨 兵分多路的檢舉等等之類的 他是說負的意思是說 他說負的意思是說 不能夠有素質 但是他說他的關鍵是說 重要的還是家長這邊的一個心情 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創下你的觀察 這件事情 西北是怎麼這樣的一個 兵分多路的回應 甚至要賴清德去被傳喚等等 會對他們的選舉有比較加分嗎 基本上其實我說從頭到尾 還是會已經停損了呢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裡面 真正的狀況是第一個 家長面對的一個不確定風險 那不確定風險又威脅到小孩 那希望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這跟政治無關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裡面 真正的狀況是第一個 家長面對的一個不確定風險 那不確定風險又威脅到小孩 那希望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這跟政治無關 這是家長每一個家長的一個心情 但是這件事情真正對侯市府的傷害 是他們到底是要保護小孩第一優先 還是保護侯友宜第一優先 那你看到他們現在的重點還是保護侯友宜 而小孩子並不是保護的 那我也講了 因為我沒有小孩 我一直沒有關心這個新聞 我開始關心這個新聞 是什麼時候的 6月8號在政大門口 有一個人說 居心叵撤 那個人叫侯友宜 不是我不明白的是 當他們說這是烏龍案的時候 家長作何感想 不是 我就說一樣 還就出現症狀了 如果他們今天還去捲的時候 這件事情引起大家關切 風暴 那如果說這個就叫假新聞 就要去被告 我看到這條新聞 關心的時候叫做侯友宜講 舉起火車 那你有交代嗎 我就覺得他這個過程中 就沒有這回事 再過來呢 王鴻威也過分了 上市民進黨 為什麼在2018年被大家這麼討厭 介入教育 介入大學 那現在呢 你竟然要中學大學 用這件事情去處理 張明威 你立法委員可以這麼大嗎 政治力量 可以就要生出校園嗎 國民黨已經完全失交 只是為了救一個 保證現在是第三名的侯友宜 可能會變第四名了 其實這件事情 很多家長還是沒有答案 但是很多不是